哈喽大家好我是Ali 有时候跟同学咨询的时候 同学们除了问到房地产的问题之外 偶尔也会问到财务分配的问题 学员们会问我 跟另一半在财务规划的部分是怎么做的 想要参考我们的做法 然后跟自己的老公老婆讨论 然后做一些调整 甚至还有问到 就是在交往的时候彼此的金钱观念 所以今天这一集 我特别整理了跟另一半有关的金钱观念 常见的Q&A 当然呢每一对情侣或是每一个家庭的情况 可能都不太一样 所以呢我只是分享我的做法 就给大家当成参考咯 插播一下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这个频道 我会在这里分享房地产的知识跟经验 以及在工作跟生活中 怎么样开源节流 打造你想要的生活 如果你也喜欢这样的主题呢 欢迎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 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影片的通知哦 常见的Q&A第一题 就是付钱的时候通常是谁付 其实呢我跟先生呢 在大学的时候就认识了 那时候呢我还刚大一 就是大学一年级 还是一个从彰化 刚来台北不久的一个乡下的小孩 而他当时呢已经考上研究所 然后也有家教的工作 所以对我来说呢 他就像是一个大人一样 所以出去吃饭呢 基本上都是由他付钱 那因为呢在学生时代 吃饭也花不了什么钱 最常吃的呢 很多都是例如说大学口的小吃啊 或者去逛夜市 所以让他付钱 老实说我也觉得没有什么压力 一直到大学毕业之后 我也开始工作 然后呢开始有自己的收入之后 偶尔出去吃饭呢 如果是小托的 我就会主动跟他说 这一餐我请你 他也觉得OK 然后就会由我来付钱 然后印象中呢 其实我们蛮少 就是吃完饭之后 在那边用账单除以二 在那边互相给钱给来给去的 关于这一题 我觉得呢要看彼此的生活方式 像我跟他的生活都还算蛮简单的 所以呢不管是他付还是我付 其实呢都不会太在意 现在呢有很多人会讨论AA制度 就是所谓的go touch 就是账单呢就一人出一半 或是呢有些人会觉得 就是男生本来就应该要帮女生买单 我觉得呢如果一开始 两个人的其中一个人 他的经济能力比较好一点的话 然后呢如果他也愿意的话 其实一开始呢可以让那个经济能力 比较好一点的人来照顾自己 我觉得这是如果花费也不是太高的话 我觉得其实是没有关系的 但是呢如果一起出去逛街 然后发现呢对方好像有喜欢的小东西 然后呢这时候其实就可以偷偷的买下来 然后呢之后再送给他 他就会呢收到一个礼物 然后感觉到有一份惊喜 这个呢也是一个表达自己心意的一个很贴心的方式 如果呢为了要公平 什么都要各夫各的的话 我觉得呢两个人之间的感情 就在追求公平的过程中 不小心慢慢的被消磨掉了 常见的Q&A第二题就是呢 结婚前彼此呢会讨论财务规划吗 什么时候开始讨论钱这个问题 会觉得谈钱会伤感情吗 其实呢在结婚之前我们两个的工作都还算是蛮稳定的 而且呢我们都还算是蛮认真在工作的人 彼此呢知道对方的工作收入 还有呢大概可能存了多少钱 但是呢对于具体的详细数字 其实呢并不是很清楚 那因为呢我算是蛮早婚的 我26岁就结婚了 那因为一开始结婚呢 我们也没有马上就要买房子 所以呢对于资金呢其实还没有很明显的压力 一直到结婚两年多之后 有一次呢我去上了一个财务的课 然后在那个课里面呢 他就要我们去填自己的个人财务报表 那那一份财务报表呢 其实就是我分享在我的第二本书 小自主大翻身里面的那一份报表 那上完那堂课之后呢 我跟先生才第一次坐下来 然后呢盘点跟条列自己的财务的数字 所以包含像是薪资收入啊 奖金收入啊 还有包含就是自己的生活开销 大概的项目跟数字 以及呢就是在投资的部分 那时候呢手上也有一些资产 但是大部分其实都是股票跟基金 然后呢可能也有一些小额的贷款 一直到那个时候 我们才清楚的盘点了自己的财务的数字 然后呢也清楚彼此的位置 我们有很多学员都是在看了我的 小自主大翻身这本书之后 然后呢到我们的粉专留言跟小编要 那个个人的财务报表 这一个Excel表 然后跟另一半一起填 我觉得呢这个步骤其实还蛮重要的 有一句话呢我特别的喜欢 就是呢明确就是力量 要先知道彼此的位置 然后呢才能够好好的讨论下一步 QA第三题 结婚之后还没有买房子前的财务规划 跟买房子后有一样吗 答案是非常不一样 还没有买房子之前呢 因为买房子这件事 其实呢并没有很明确的急迫性 再加上呢当时还算蛮年轻的 所以虽然呢也会存钱 但是存的钱呢 很容易又会不小心的花掉 以前呢我在外商公司上班 其实呢也曾经有过一段 非常喜欢名牌包包跟名牌鞋子的时候 但是呢反而是在我后来开始接触房地产 真的开始做隔套收租之后 对于钱呢我反而就变得非常的珍惜 然后呢才开始很认真的存钱 然后呢透过工作跟投资的方式 想要积极的帮自己开源 那买到房子之后呢 因为每个月都要缴贷款嘛 所以呢就变得更有动力 想要赚钱了 所以呢其实我蛮鼓励夫妻 就算是还没有买房子之前 都可以跟另一半坐下来 然后呢好好的设立一个目标 不要让买房子这件事 就是无止境的一直拖延下去 但是呢在买到房子之后 其实呢就可以善用银行有很多弹性的方案 像是呢很多银行的房贷 它可以有长一点的宽限期 甚至呢有银行可能有理财性房贷 你就可以在理财性房贷的期间 都只有缴利息 不一定要还本金 把本来租房子要付给房东的租金 拿去缴贷款的利息 通常都还是会有剩 至于呢本来要还的房贷的本基金额 就可以用同样的金额 去设定定期定额的扣款 然后呢去投资相对稳定的ETF的基金 这样呢一样可以达到强迫自己储蓄 而且呢又可以提高资金运用的效率 QA的第四题 就是呢夫妻之间都是谁在管钱的呢 家庭的花费都是谁来支付 其实基本上呢我们家是各管各的钱 费用的部分呢基本上呢都是我先出 然后呢我记账再来跟他请款 所以呢像是小孩的上课费用 或者是出去玩出国玩的机票跟饭店 这些钱呢都是我先出 然后我再记账跟他请款 那家里的水电网路第四台这些费用 或是买小孩子的日用品 这些钱呢就是我出 那平常呢一起逛超市 买菜啊买日用品 这个呢通常就是他直接付 我觉得呢这样其实蛮好的 也还算蛮好抓预算的 那至于房贷呢我们就说好 如果呢头期款出的比较多的人 后面的贷款呢就可以少出一点 那如果呢全部都要除以二 我也觉得蛮OK的 不过呢如果因为贷款的考量 或是因为税的考量 所以在买房的时候 只登记在其中一个人的名下的话 为了呢要给另一半安全感 其实呢就可以在过户之后 请代孙呢再多设定一个东西 叫做预告登记 也就是呢未来如果这个房子要卖 或者甚至是要拿这个房子 再去做其他的贷款 都必须要经过另一半的同意 这样呢不伤彼此的感情 而且呢又可以规避风险 我觉得这样蛮好的 第五题 婚前跟婚后彼此的理财的价值观 有不一样吗 我觉得呢在结婚之前 其实对于金钱的观念 其实是有一点点矛盾的 一方面呢是因为刚出社会 所以对于钱啊对于工作 都还有很多的不安全感 那一方面呢又对现实世界 充满了很多粉红泡泡 所以呢会觉得爱情比面包还重要 但是呢现在其实呢就会知道 钱呢它虽然不是万能 但是呢它却可以让我们的生活 可以有多一点的余裕 然后呢让生活呢可以有多一点的选择 只是呢钱虽然很重要 但是呢它的边际效益是递减的 所以当有了一定的财务基础之后呢 就会觉得其他东西可能更重要 像是健康啊跟家人之间的感情啊 还有包含有自己的一些休闲娱乐的时间 这些呢就会比赚更多的钱还要更重要 这个呢就是我的经验分享 其实呢不管你跟另一半的费用怎么分摊 我觉得呢彼此之间的沟通其实是蛮重要的 另外呢不管是男生或女生 最好呢都还是有独立的经济能力 如果可以的话呢可以跟另一半 一起盘点自己的个人财务报表 然后呢一起讨论未来的一年三年五年 甚至十年彼此设定的共同的目标 如果呢你想要索取个人财务报表的表格的话 欢迎呢可以到FB搜寻 House123我有好事告诉你 然后呢留言给小编你的email的信箱 然后呢小编呢就会寄给你 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的影片呢 欢迎帮我按赞跟分享 也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次见拜拜